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民国112年5月1号星期一 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不过今天是劳动节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还在假期期间 我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了一位 难得来上我们节目的朋友 其实上次呢 那么有关于马斯克买Twitter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们那时候邀请林家正林先生呢 来谈就是马斯克他到底对于Twitter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构想 那我觉得我们到今天为止呢 其实在新闻上面看到 马斯克在Twitter里头 好像重心也都放在Twitter 哎呀他的市占率如何啦 然后谁反弹啦 然后呢员工如何如何 可是都忽略了马斯克之所以要买Twitter 其实看到的是那个大的生态系 而那个大的生态系的变化 其实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他正在发展当中 如果有一天回头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看到全貌 所以每一个产业的进展啊 他有很多的新创企业在前面其实是拥有极大的想象力跟执行力 两者加起来的时候呢 他所改变的产业面貌是非常剧烈的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那个想象力 然后呢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执行力的话 我们常常会变得非常的后知后觉 好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啦 后知后觉没什么不好 只要不要变得不知不觉就好 但如果我们能够跟随着这个想象力 而走在这些产业发展的前沿 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多少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今天呢特别的再邀请美国安卓乐资本 Angel Glover科技私募基金的合伙人 林家政林教授 为什么要称教授呢 因为他也 其实这也是他非常热心的地方 就接受台大的邀请了 就每一个学 每半年 每一年有一个学期留在台湾 然后呢带研究生 然后主要是教创业投资 对不对 教企业并购 公式充整 还有私募基金 这其实都很重要 可是台湾其实有开这种课程的学校真的不多 台大应该是唯一一个有开这个课程的学校 所以不能把你放掉 所以呢林教授他自己就也也必须要就是台湾戏谷 台湾戏谷这样飞来飞去对不对 你们总公司是在旧金山还在戏谷 其实戏谷就在旧金山的旁边 对我们在帕拉头 就在外区 然后在纽约又有一个团队 OK 帕尔罗德他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戏谷当中 很多重量级的公司都是从那边发展出来的 好 不过我们今天要特别请林家政林教授来跟我们谈的是 企业应用 深层是AI的发展以及现况 那我们知道CHAP GPT呢其实已经非常的红了 可是呢我想要知道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运用的CHAP GPT 而是他有很多属于特用性的生成式AI 那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那这种特用性的生成式AI呢 他可以在某一些产业领域当中呢 解决的问题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因为其实从创业投资 从创投基金的角度来看 因为尤其他们在全世界其实相当知名 所以各种这种科技前沿的新创公司 大概都会来跟你们提案 然后告诉你们说他们的构想是什么 希望能够争取你们的资本来投资 所以你们也就更清楚的知道说 那个前景现在已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进展 特别值得来跟大家来分享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来分享 可能有哪一些属于AI的应用跟发展 你觉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我们看这个AI的应用跟发展 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性 以及它的实用性如何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直接去判断 它的技术或它的商业模式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市场的接受度 那市场的接受度呢 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它的市场占有率 你是不是整个这个产业里面 全球的前两大 第二个是呢 全球财新前一百大跟五百大的公司 是不是大部分公司都用了你的服务 然后呢已经跟你长期签约 然后呢每个月付订阅费用给你 因为这代表说呢 你已经满足了企业的刚性需求 未满足的需求 而且企业愿意每个月付费给它呢 代表说呢 它的这个AI的功能啊 真的是取代了企业某一部分的一些 基本的功能 以及呢增加他们的生产力 或是解决它一个大问题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另外呢还会看说 那它跟竞争者的一个距离 那这些都是我们去 然后再加上它的营收啦 获利啊 然后还有你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要卖这个东西 给这些企业用户 然后人家每个月付费给你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做得 非常的精确 然后非常的有竞争力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呢不大会看这种 就是执行创有个概念 那而且就是这些公司 大部分都有美国 或全球第一流的创投 从A轮就开始投资他们了 那我们主要在几个方面啊 我们现在AI 我们主要是投几个方面 第一家公司是这个 我想台湾应该蛮多人有听过 就是这个Peter Thiel 他创的这个Parentier 哦 这个家公司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对对 那这一公司我们是在它 呃我们在美国国防部的创投 嗯 还有CIA的创投 这两个美国政府机构 其实他们他们是有创投的 嗯 他们创投了 投了之后我们才才投的 嗯 那我们大概是在100亿美金市值的时候投 然后他300亿美金去IPO 然后我们350亿美金把它出托了 我们卖给那个ARK 就是方舟投资 嗯 那Parentier他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他呢帮助这个美国政府啊 去定位去找出宾拉登躲在什么地方 躲在巴基斯坦的哪一个村庄 这不是有情报来的 这是Parentier去算出来的 嗯 我想各位可能都还记得那个新闻片段 就是呃总统奥巴马跟副总统呃 呃拜登啊 他们坐在一个那个呃会议室里面 那看着海报部队实况转播 去去抓到这宾拉登 这是Parentier算出来的 不是情报来的 对不是情报来的 是算出来的 对是Parentier 用他这个这个大数据人工智慧 去把它算出来的 这背后的技术是怎么个运作的方式啊 好可怕 对他其实呃跟现在的这个深层式AI有 有些不一样 他这个呢除了呃 深层式AI有的这个能力之外 他还有更多这种呃分分析啊 哦分析判断的能力 而且他的分析判断 可能是几百倍于我们呃这个人啊 每每个人的这个能力的组成 我们以前说这个以前能工智慧啊 呃跟人的智慧的差距是在于说 就像我们在在这个下下棋对异的话 那人呢最多只能想到七七步棋 嗯 哦七步棋以内 七步棋之后呢 我们就没有没有办法算得出来 人脑没有办法算得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game theory 嗯 赛局理论讲 你如果推到最终局 嗯 但电脑推得出来 嗯 那呃 呃 Panantir呢 另外他还如果各位还记得以前有个那个马多夫诈骗案啊 对 Mastake的主席啊 他是马多夫诈骗案 他诈骗案之后呢 也是Panantir呢 去算出来马多夫还有在哪些银行呢 有有这个他的账户 这个可能是他的账户 他用别人的名字 这是马多夫的账户 所以诈骗案当然是因为人家检举 所以被揭露出来的 对 但是揭露出来的之后 马多夫把钱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对 他藏在哪些角落是被计算出来的 对 Panantir就去算出来说 这些账户呢 应该是跟他非常的有关系 这应该是他的账户 哦 有意思 对 对 然后把他给抓出来 OK 还有就是一些 呃 之前有一些那个鬼网跟暗网啊 就是他会威胁美国啦 威胁美国盟邦的安全啊 或者说用来做这个毒品走私 军火走私 哦 或是这些地下经济的 这个也是被Panantir去算出来 暗网呢 藏匿在哪些地方 哦 那他的守谋分子在在哪里 伺服器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让美国政府去破获的 所以如果从刚刚这个宾拉登的例子 或者是马多夫诈骗案的例子来看的话 现在Panantir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抓哪一个罪犯 对 事实上是有机会 只要有足够的相关资料的话 是可以用计算的方式 去计算出来他最有可能藏匿在哪些地方 对 好 所以这是查罪犯的部分 对 然后呢 我们在呃 就是要去把犯罪所得去没收的时候 对 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很科幻 但未来做不定他会变得很 很广泛的运用 对 那我就可以找到他最有可能藏匿资金的账户 对 然后接着我再借由国际合作 我可能把这些账户的钱全部都一举网罗 对 让这一些犯罪所得无所遁形 对 所以犯罪人跟犯罪所得都可以无所遁形 而且是用算出来不是用情报 对 不靠吹哨子 对对对 这就像我们之前看那部电影minority report 那个tomcruz 对对对对对 他是用那个 关键报告 对 有超能力的那种做那种prophesy的人 那他现在他也不用靠人了 他就直接用电脑 嗯 这一部分的AI计算 技术上面 嗯 最大的特色点是什么 就是我不需要依赖情报 我就可以分析出那么精准 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一个 呃去除杂讯啊 你接受这么多的资讯 你怎么知道哪些资讯是你应该看 哪些资讯是你应该排除的 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呃各国 有很多这种呃不管是内容呃农场也好 或者说有些这个商业行为 他们呢呃故意做的一些这种呃不是太真实的资讯 宣传的资讯 好或是说这些以而传而的 那你如何呢把这些呢 把这些呢抽的资讯呢把它筛选掉 那专注在这些呢 呃最有价值的资讯上面 然后再去抽丝剥茧 找出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然后呢再去做推演 你站在那个当事人的那个心里 当事人的角度 你去推演他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做的 所以他会研究当事人他的所有过去的一举一动 从他的过去一举一动去分析他的行为模式 对 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呢 反而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以Parentier他的AI的运用 跟ChopGPT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因为ChopGPT呢 他的重心点是放在广泛 是 可是呢Parentier他的重心点反而是放在精准 所以ChopGPT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他 这个出来的资讯 其实真真假假 我们很难判断 Parentier反而是更精准的把 所有会影响你判断的假资讯排除 而得到最终的最接近真实的那个真资讯 我觉得差别是在于 其实ChopGPT他其实呢 也会根据个人使用者你的身份 然后呢判断说他要为你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那差别在于说 因为ChopGPT现在才刚推出收费版 而且他呢也还没有正式呢 对太多的这个企业推行这种订阅制的服务 那所以呢他在他的产品的精确度上面 不会有这个太严格的要求 因为你要跟人家收费 要人家长期订阅的话 那你一定要是对这个企业非常的有帮助的 那ChopGPT现在还在这个训练的过程 如果我们大家有在用ChopGPT的话 就会知道他出来的资讯还是会有错的 我自己现在在用ChopGPT 他还是会有些错误的一些地方 那你要去训练他你要去纠正他才可以 像我昨天就故意问了这个ChopGPT 我那说这个1958年的这个M&M理论 是哪两个教授发展出来 他就跟我讲 我就问说这两个教授是在哪个学校发展出来 他说芝加哥大学 我说你确定吗不是MIT吗 那他马上回答说 对不起我错了 是从MIT 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做芝加哥大学 难道他们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吗 他们帮我找出来说 也不是一个在意大利念的 然后另外一个在哪个 另外一个学校念的 他跟我再次道歉说 对不起我真的是错了 我讲芝加哥大学 这个这是错误的资讯 所以你要去训练他 所以他回答你芝加哥大学 是他自己在AI城市里头跑捷径 对 然后不给你 他不认真的搜寻 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不认真的搜寻 他跑捷径来回答你 然后由确定你好不好呼啰 来决定他自己的答案生成程度 对 因为这两位后来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会认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个比较多的出产地是芝加哥大学 没错 这是比例最高的 对 所以他直接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对 所以那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Plantier 他的精准度相当相当的高 那可是他在 不然B-Lan丹也好 或者是马多夫也好 他都是一些很特殊的场景 他终究是试剂大案 对 那么他Plantier能够获利他的运用面 到底运用在什么样子的地方 那他的企业获利模式已经出现的 否则他不会 他的市值从110 现在都已经是350亿以上了 是 他现在不到350亿了 我们把他卖给ARG之后 他后来价格就掉了下来 方舟的女股神 Pantier现在他80%的企业户 是他的客户是企业跟金融业 那20%他的客户才是美国政府 或这些非盈利组织 那我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谈 另外两家我们有投资的这个AI公司 他们分别是取代 比较重复性的工作 低阶重复性的工作 另外一家是取代比较高阶的工作 所以AI不是只有会取代 这种重复性低阶的工作而已 他也会取代这种高阶 需要用这个比较复杂的 我们人脑去process的这种工作 一家是automation anywhere automation anywhere是 我们投资他的时候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RPA公司 就是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就是这个机器人 人工智慧自动化的这个公司 那他现在已经是第一大了 他现在已经超越上市的这个统业 UiPath变成第一大了 他主要就是取代各个企业 或工业 工厂 医院 学校里面 所有的人 你只要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例如说你会计在报账 或者说人资有人来报到 然后你做薪资 或者是说像一些这种警察单位 学校单位 你每天有一些例行性的工作 只要是电脑可以做的 他都可以用一个指令 然后就帮你把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帮你完成 好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是automation automation anywhere 其实这个名称看起来就很有想象力 automation anywhere 那么你提到说的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是低阶的重复性的工作 可是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就是所谓的自动化 他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别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美国安卓乐资本Android Global 科技私募基金合伙人林佳正林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现在TrumpGPT这么红 可是事实上AI在企业的应用面 发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那刚刚呢林教授为我们介绍了 因为你们投资的 你们不是天使轮 甚至于不是A轮 你们其实都已经到了一个新创公司 可能到了快要成熟的阶段 就是那个成熟是他已经到了 市场接受度可被验证 然后他的获利商业模式已经可被验证的情况之下 你们才投入 所以你们是属于应该是C轮左右才投入的创投 对不对 大概在DEF DEF才投入 对那美国又到G 因为我们公司大概都是100亿美金到200亿美金市值才会做IPO 所以事实上他们都 你们只投资独角兽 G轮 都是他们大概都10只到20只独角兽左右才会去做IPO 哦 好好好 所以呢 你们看到了最前沿的部分呢 其实看到更多AI在企业面的这个应用发展 刚刚讲的Parentier 它其实是已经上市了 对 所以呢 IPO之后呢 市值往上涨了之后 其实你们就已经卖出了 对 因为这个只要IPO之后 其实就是你们工程升退的时候 对是的 那后面提到这个 Automation Anywhere这家公司 就我们要去把所有的场景当中 属于重复性的低阶的工作 然后交给机器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 那么这家公司的运用模式 跟一般的机器自动化有什么不同呢 Automation Anywhere虽然是全球最大的RPA公司 但它还没有上市 那它呢 它不是说只有把你的工作 然后呢 全部呢 按照你的步骤呢 用这个机器用电脑来完成 它会去分析呢 你的工作的这个流程里面呢 有没有哪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电脑语言是最合逻辑的 那它会看呢 还有哪些呢 是重复性工作里面 你重复性的动作 或是呢 一些没有必要 多余的一些动作 或是说你其实有一个解禁 就可以把它做好的 流程管理 对 所以它去呢 分析重组 你的整个流程之后 那它来帮你做 然后它来 它来做更快 那其实我们不要担心说 这样 这个 这道软体呢 会害这些人失业 其实这些人 它的生产力呢 可以被release出来 然后它再去经过其他训练之后 它可以做一些 更高阶 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那这个比较没生产力的工作 就交给 这个电脑系统来做 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给我的压力来自于 我知道 我们知道说 在上个世纪 大概1980年代 1990年代 日本 然后以及后面的台湾 之所以能够崛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管理效率特别的高 对 而这个管理效率高 其实跟流程安排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去简化 这中间的流程 然后让它发挥 更大的效率 这件事情 是我们的强项 当然这以前呢 都必须要靠精明 能干的管理者 可是现在看起来 AI其实反而是取代的是 精明能干的管理者 所看到的流程改善 对 我们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这种 它会比人更精明 能干 它是这个 全美这个前两大的 货运 货车 人工智慧 物流平台 那在美国 大概这种 20部货车以下的 这种公司 大概有100万家 左右 那以前像这种 大的这种 日用品公司 像 像PMG Unilever 或是 加热市 玉米片 这些食品公司 或日用品公司 它们呢 每天都有很多的货 要运到超级市场 运到像这些 Walmart Costco 这些地方 所以它们很多 这些比较小的 乡镇呢 它们就要找这些货运公司 来承担 那这个通常以前 在这个货运业 尤其在美国也是这样 它通常是用 这个货运公司呢 它们会用电话 然后用纸跟笔 去联络几个小时 甚至花几天的时间 找货车啦 找司机啦 然后再去安排这些路线 然后安排这些中间的 这些物流舱跟物流 到现在台湾很多的公司 也还是如此 台湾现在大部分都还是这样 其实全世界各国 也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 这Convoy呢 它是亚马逊物流部的 最高主管 以及Amazon Prime的 创办人去开的 开了之后呢 这个Jill Bezos也投资它 然后呢 Bill Gates也投资它 Salesforce啊 KKR这些 大型的 企业用软体啦 大型私募基金也投资它 那它现在它可以做到呢 它只要几秒钟 就可以呢 帮你把这个 货物 然后货车 然后呢 司机 配对配好 然后帮你把路线 规划好 你走那条路线 是最快的 然后呢 你去哪边下货之后 再去哪边上货 你不会有空车 然后呢 你快到哪个物流中心的时候 它会通知那个物流中心 把托板车拉出来 你直接下货 或上货就好 所以你不会有等待 因为你不是车子到了之后 它才知道你到了 它会计算时间是 在你到的多少时间 然后是它托车拉出来的 最有效率的时间 就通知那一个到货的仓库 然后告诉你 你的托板车就要出来了 所以它托板车出来的时间 就刚好迎接你 货车到的时间 就刚好衔接 对 所以它货车不会有 不会有在等待运转的时间 所以司机就没有下车来抽烟的时间 哦 这是开玩笑的 这个其实风银提示也非常好 因为这套系统 它也会帮你去规划出 你司机呢 开多久 开两个小时 开三个小时 你要休息 他会把休息的地方也安排好 这条路 你开两小时三小时之后 这边有地方可以休息 然后你开八小时之后 这边有汽车旅馆 你可以在这边过夜 所以司机的这个伤亡也降低了 所以保险费也降低了 然后车辆的事故呢 的这个机率也降低了 所以那一部车 如果有事故的话 它进场维修 那这段时间都是没办法运货 这都是生产力的损失 所以它油费也降低了 然后车辆的耗损 司机的这个伤亡 然后保费 这些全部都都降低 然后承软的这个客户呢 他所付的运费呢 也降低了 所以他对这社会是个 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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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的一个平台 好可怕 他计算的细节好多哦 对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 因为在美国呢 拥有这种卡车运输 货车运输 二十部以下的 有一百万家 有一百万家 所以他的目标 针对的都是这些中小型 还是他也会服务大型的企业 都有 大家其实中小型 大型 我刚刚特别讲的只是 因为这是中小型 他们最痛的一个点 但这也是大型货车的 货车公司的一个痛点 所以大型货车也包括在内 这间公司 他我们投他的时候 他的市值有 三十七亿美元 那时候 全球最 美国最大的是那个Uber Fred 就是Uber的货运部门 是第一大 那Comboy这个是第二大 但这两家加起来的市占率 这全美国只有百分之三 就他市值这么大 因为美国这个市场有1700亿美元 你就是说货运物流这件事情 对 他可以做市场有1700亿美元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 OK所以他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的成熟度已经够了 接受度已经很高了 是 然后目前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 在美国这个市场来讲 前一前二的 对 这个公司 是 然后这时候你们才要去投资他 对 而看到他的前景 其实还有那么大 百分之三的市占率 对 是百分之三 但他市值已经有37亿美金了 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成熟市场 如果能够占到至少三分之一的话 对 他其实还有十倍的成长率 对 而且这只是美国 他还没扩张到国外 有去检讨过他的 如果要到国外的话 会不会碰到不一样的技术下面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喜欢投企业用软体 公司的原因 像我刚刚讲的 Automation Anywhere 他在亚洲没有分公司 但台湾很多人在用他了 台湾很多这个企业 然后金融业 或是这些工厂医院 都在用他了 台湾的四大会计事务所 有其中两家推荐客户用 Automation Anywhere 那他也有个繁体中文的网站 就是投企业公司的好处 他扩张到国外去呢 不用设分公司 也不用团队 也不用做产品出来 把code一开 给国外用就可以了 所以对你们来讲 他是属于企业经营成本最低的 对 他的资本投资低 然后ROI高 然后毛利也高 成长率也高 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竞争对手吗 有啊 像Convo竞争对手就是这个UberFly UberFly它市占率第一大 但是UberFly呢 他的这个AI的计算 全自动化AI计算 只有百分之四十几 那Convoi呢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他有百分之一可能会需要人 要介入 去帮他做修改 为什么 他这个可能在某些地方 你一定还是会遇到那种 就是找的司机不够 找的车不够 就像你如果用台湾大车队 你就叫车一样 某些时候某些地方 他就是会给你一直跑说 现在附近找不到车 附近找不到车 那你就 你这时候人就要介入 就要去打电话 去找人 它是个现实环境的一个限制 而不是它电脑软体的问题 那这种现实环境 它会不会因为不同的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同 所以你刚刚虽然提到说 如果说是以这个Automation 然后Anywhere这家公司来看 我也许在你这个公司里头 去使用这个流程改善的 这个所有的工作 我并不需要有人来协助你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物流安排 它可能就会牵涉到 比如说每一个地方的道路性是如何 然后它的这个司机的 服从性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然后甚至于就是包括了 它的上功率 准确度 妥善率 各方面 恐怕都还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其实我们 因为这公司在美国 也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投入都是这种老创公司 不是新创公司 所以这方面呢 其实在美国各个州 因为其实美国的人种是很复杂的 如果你看护车司机的话 它人种更复杂 那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的人种 比它更复杂 对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不同的这种人 然后它的一个性格 然后它的一个文化 其实我们在美国这边都遇过 这些司机都遇过 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机 都蛮喜欢这个平台的 因为它有这个平台之后呢 它接单会接的更多 然后呢 而且你想想看 它在这平台上面呢 它有合理的这个休息时间 那有蛮多货车司机 事实上它的那个货车是属于它的 所以那个油费是它自己要支付 那它可以帮你省油 然后帮你省一下保险费用 帮你呢 降低你的车量事故的比率 然后帮你多接单 多运货 所以这基本上这个司机是不会抗拒的 这从台湾的货运公司的角度来讲 好像更应该去思考它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的货车运输 它的负责人其实也是 就是那个货车的拥有者 其实就是卡车司机自己本身 这个部分也可以来思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美国安卓勒资本 Android Global科技私募基金的合伙人 林佳正林教授 好 那刚刚提到的这两这三家公司 然后后面其实一个是流程改善 对不对 Automachine Anywhere 还有包括了刚刚提到的 就是物流的这个改善的部分 这家叫Covid是不是 叫Convoy Convoy 那么刚刚提到的都是在运输货物 物流的部分 对 那他不能够能不能运用到比如说游览车啦 或者是客运啦 之类的 有这个风鑫把我们的商业经营讲出来 真的吗 我们现在有两大发展方向 第一个是我们也进展到这个客运 就是运人 所以我们投资了之后呢 我们也挖了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 Expedia的CEO来担任这间公司的CEO 另外是呢 美国现在呢 一些高速公路上面呢 已经开始建置了 自动驾驶货车的专用道 所以Convoy呢 现在呢 也会呢 开始呢 去涉入这个自动货车 自动驾驶货车的这个领域啦 所以这是它的 未来的两个发展方向 客运市场会有多大呢 客运市场应该会比 我想应该不会比这个货运更小 因为这个人的移动 它其实它是一个daily的一个需要啦 虽然说这个COVID之后啊 但是我们现在COVID之后 除了说我们上班的人流 可能减少一部分之外 那大型客车它的一个需求啊 都是在旅游出游 那我们现在其实旅游出游 其实现在 除了现在大爆发之外 那在COVID期间 其实很多客运公司 它可能已经都推出这个市场了 所以这个供给跟需求啊 没有办法完全匹配 在个案个案上没办法匹配 就正好是人工智慧发挥的范围 哇好 我当然这部分就还要再期待 你们有很完整的产品 然后其实也已经运用在 企业的这个场景上面 可是我刚刚听起来 好像这个部分的 这个部分的安排 好像还没有进军台湾 对还没有进军台湾 对但我们有些公司 它其实进军别的国家的方式 它是会靠并购啦 像我举另外一家公司 Virbit Virbit它是全球最大的 人工智慧语音辨识公司 它事实上就是 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就需要用 因为它其实 不要遮掩 没有它就它不会取代我们 它是辅助我们 后置的这个功能 像美国 美国蛮多的这个新闻网 跟电视台都已经在用它了 就是这个节目主持人啊 主播啦 或是演员啦 然后谈话性节目啦 的来宾啦 他讲了什么话 他自动就把你字幕就打出来 然后美国 这个很重要 各个学校各个大学 包括哈佛大学 史丹佛大学 也都是他的客户 就是老师上这个网路课 或说呢 老师上这个远端的课 那他老师一讲了 那他字幕就可以打了 这好重要喔 另外一个是呢 美国的各级法院 法院在开庭的时候呢 他自动就把这个 每个人讲的话 这记录就把它打出来了 所以不用像 台湾的开庭 对对对 打完这个笔录之后 然后还要让每个人对完之后 然后呢才能签名 我 我不确定说 我曾经碰过一些 就是因为这种 这种电视公司啊很多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 自然生成字幕的软体了 是 他们已经不是用人工打字的方式了 自然生成 生成完了之后呢 人要做的事情是做校对的工作 对 一边听一边校对 对 对 那个都是Ferbie吗 还是有不同的公司在竞争当中 这个 呃 风星正是这个 呃 财经跟科技的专家 他把我们最核心的这个竞争力讲了出来 因为这间公司哦 他的准确率到99% 他其实为什么这么的准确呢 因为他其实他不是一套软体 他是一个AI 他我们呢在睡觉的时候啊 他不断的在学习 他每天24小时啊 不断的从各种资料库里面啊 各种今天所生成的所有的数据里面 他去抓出今天有什么新的词汇 今天有什么新的说话的方式 今天有谁跟谁对话上文下文是怎么样对的 然后呢讲了上文之后呢下文会出现出现什么 他自己会去predict 然后自己呢会去练习 自己会去验证 他想的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抓的那么的精准 不需要叫对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客户呢 就是YouTuber 那YouTuber呢 他们呢呃 讲话呢是最有创新性 也最借地气的 那YouTuber呢 呃用了他之后 然后呢呃 也不用再做这个后置的工作了 那这间公司呢 他过去的几年呢 他呃大张旗鼓呢 在全世界各地呢 去并购跟他相同的公司 呃 并购的目的呢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能够呢 把他后面的这企业户 也一起把他并购进来 第二个是呢 他借由并购这些全世界各地各国 不同的这些鱼种的公司 他可以呢去学习多鱼种跟多文化 所以他既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学习系统 很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我使用了他 而他专门服务我的节目的话 他对于我的语境的运用范围 还会再进一步学习吗 对他不但只有从你这边学习 他会从所有的资料库里面去 我意思说他可能就更熟悉我怎么说话 他对于我的准确度的掌握会因此而提升吗 会有个别性的提升 还是都是都是整体性的提升 他会去看您之前您的所有的节目 他会看过 或是您之前你在担任发言人的时候 你在媒体的时候 你在其他媒体上节目的时候 他全部会去把他抓出来 我们要不要申请电台 赶快去利用一下 这样我们所有的那个YouTube节目上面 就可以打字幕了 打完字幕之后 说不定还可以有一个自动翻译机 就把它翻译成英文了 对这个自动翻译让CHATGBT来做就好 他们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人工智慧语音辨识forbit 这我真的是要请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 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因为这个对于很多的公司 你知道这种电视节目非常的多 他可以做到同步吗 对同步 即便我是直播现场节目也可以同步吗 对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延迟 但是那一个延迟几乎是我们不大感觉的出来的 我们其实我们投资他的时候 三星是跟着我们一起投资的 那三星因为他现在呢 他开始做一些这种元宇宙 然后VRMR跟这个Metaverse 他也开始进军到这种内容产业 跟这个Netflix来合作 所以呢他其实他有看到 把这一套系统引进到韩国 那他不是只在韩国里面使用 他是希望之后三星的产品 三星的软体跟三星的平台 都能够配备这VRBIT的系统 好可怕 VRBIT 好 那么所以我们当时可以想象太多的场景了 戏剧的手机的电脑的荧幕的 然后节目上所有的通通都可以运用 对 这里面可以取代的工作很多 家政其实现在听打人员还蛮多的 看起来要剥夺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是 可是你刚刚提到了一个 他学习预测性 对 这一点就会让我想到 我之前曾经看过Cuzwell的一本书 对 Cuzwell他是Google的工程总监 我想你们可能很熟悉 因为他也是专门研究自然语音辨识的 他其实就有提到说 其实人脑当中的预测这件事情 是人工智慧在学习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克服了这一点 对 对 他应该没有说没有说百分之百克服 他应该也还在学习中 事实上现在所有的AI 他们都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阶段 只是他学习的比我们人还快 不管他学语音也好 学影像也好 甚至学美感 我想Cuzwell GPT 他现在连画图也都可以了 然后画图做话也都可以了 做音乐也都可以了 对 他对美感也在学习 你告诉他这样子画不好 这样画不好看 他也从你的这个comment里面 从你的feedback里面 他会一直来学习 所以我们当然对Cuzwell GPT觉得很震撼 因为他是属于通用型的生成式AI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立刻跟我们人 跟人之间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连结 对 可是刚刚家政所带来的这几家公司 你不管是精准的抓到犯罪行为 犯罪人犯罪账户 又或者是说很精准的去找到你的公司里头 带改善的流程 带简化的流程 还有包括了就是 这个属于这个物流上面的配备 然后以及人工智慧的语音辨识 你会不会觉得每一个角落 好像都正有AI茁壮当中 我们要非常谢谢佳蓁 带来的这几家公司 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前沿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